梁詠琦支持這日出席慈善寵物活動 她就透露之前有上過動物共融班 讓女兒和家裡的狗狗共融相處 我自己家裡的狗都是領養班 不過她現在七歲 暫時和我家裡的女兒都相處得很好 因為我們那時大了肚子 就知道家裡有隻動物 那怎麼辦呢 其實有很多問號 不知怎樣令到她們可以共融 我們就去報名上課 就上一些好像BB動物的共融班 都幾搞笑的 去到現場就有五、六啪 全部的老婆都是大了肚子的 老公都在那裡 不是上那些呼吸啊 不是那隻 就是學一下 怎樣第一次帶個BB回家 就有步驟的 比如第一次抱BB回家 在門口還沒進門前 就拖我的指甲 帶我的指甲出來 然後就紋勻她全身 搜查她全身 得到她的批准了 那我們才抱BB入屋 聽說雅雷都想有個弟弟 妹陪她一起玩 有一次很搞笑的 我們坐在那裡吃飯 有一家四口仔在我們前面走過 就爸爸媽媽一個姊姊一個妹妹 然後撞完之後就 I think you need a baby 很艷叔 嗯 我覺得你需要一個朋友 我就 哦 是嗎 為什麼 那我公的反應是怎樣 很好笑 陰陰嘴笑 OK 另外 講到日前鄭秀文 找支持老公幫忙教大家西班牙文 找歌名之前都幫忙宣傳一下 她本身都認識的 不過她有 就說 你先生可不可以錄一條聲音 用一條片 教大家如何正確的讀音 她就說 教正確讀音 當然要找回一個正宗的西班牙人去講 那我說沒有問題 本來她想叫Sergio說廣東話 但我們試了很多次都不太行